是怎么样直接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直接加框线 因为之前有同学做完了自动化就发现 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不会做框线 那框线要怎么加上去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其实像这个地方的框线 包含就是实线 加一个红色 加一个粗体 另外怎么清除 大概类似有这些 那你可能需要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在哪个范围 OK所以你会需要用到一个所谓的range的物件 告诉他哪个范围 A1 比如说A1到G7的这个范围 那我希望做什么呢 做一些那个 就是框线帮我加上去 那框线加上去的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做完大概这边会有 几个按钮 我包含 这个 直接上这边还给各位看比较快 这边 包含就是说呢 我如果第一个是加框线里面 我加个实线 那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从A1一直加到G7 这个范围如果要做个简单的框线 简单的框线就是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实线 可是一般同学会想说 那这个太简单了 我如果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效果 什么效果呢 除了加线之外 还要把它变红色的 所以第二行 其实这个只有一行而已啦 这个是第二行 把它执行 变红色 第三个如果说我希望呢 除了红色之外 那个线条 可不可以 本来是细线 把它改成粗的线 OK 那当然执行别可以看 当然可以 所以会有 这个又加一行程式 那最后的话 当然有一个什么 清除 清除框 清除框 刚刚有讲过啦 两个方法 一个用Bowl Index 等于没有 一个是 加Bowl的LightStyle 等于XLNum 把它也是清掉 所以两个 OK 把它执行 清除框线 那类似有这 总共有这几种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做法 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 如果说要加实线的话 那第一个呢 当然你就是在 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什么呢 Sub 然后程序名称叫做 加框线实线 按个确定 那怎么样加框线 第一个当然你要记得 这个地方呢 先 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你用Range Range指的是哪个范围 那我希望加框线的范围是 特别说 那个Range物件 记得是双引号 表示 在Range里面是一个文字 哪一个储存歌开始 A1 冒号 哪一个储存歌 G7 记得后面这个双引号加 因为之前有发现同学 漏加这个两个算引号就不对了 这一定要加的 那Range物件 点下去之后 不过这一点 在Range物件跟Sales物件最大不一样是 Range物件加瓜糊 点下去会有清单 可是Sales物件点下去不会有清单 这个就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特别是这个是Sales跟Range的差异 那如果希望怎么样 加框线 这个范围帮我加框线怎么加 一样加一个Boulder Boulder是 的框线 框线的话呢 当然我们刚刚是用 Color 不过其实用Color好像可以 几个方法 其实我们用Color 等于什么 黑色 RGB 0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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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K少一个 0.0.0 后瓜糊 这样试试看 写完了 把它变成黑色 执行 可以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用ColorIndex 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Color这个黑色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另外用另外一个属性 他点下去有个什么 叫做LightStyle LightStyle是什么 线条的样式 他有点像是这样的 各位没有用过 选举范围 常用里面 这边就会有一个什么 其他框线 对不对 他其实就是类似像这边 外框里面的样式 LightStyle 可以设定这么多了 当然我们刚刚是用 这个 直接加在全部 其实就是Range 指全部的范围 那怎么样利用LightStyle来做 其实这个写法就是LightStyle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实线 那可是实线后面会有一个 需要告诉他这个实线要怎么画的一个 算是常数 那个常数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有必要放在这个LightStyle上方 按F1 那我刚刚讲过了 F1是去把官方的说明档叫出来 不过从2013以后的版本很奇怪 他一叫出来就会变英文版 反而2010以前的版本都是中文的 而且2010以前的还直接跳视窗而已 他现在2013以后的版本是跳网页 反而更麻烦 这当然有好有坏 那一样的 你可以找到这边 有没有 XLightStyle的一个什么 LightStyle的相关样式的参考 你可以把它点击 他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设定LightStyle 总共会有这几种 这什么呢 连续线 大续 有没有这么多 其实这些线 基本上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指的是这个 里面的样式 至于里面哪个样式 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每一个每一个把它换上去 不过通常一般是这个是连续线 这个Double应该是双线 应该可以理解的 然后有一些是什么Dot 有没有 点点点点点这个点点线 那我们会用到是这个XL Continue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Continue的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后方 告诉他说我要一个连续线 如果我用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这是第二招 两个都可以啦 我先把它清掉 清掉之后呢 我们来利用第二个方法来试试看 第二个方法连续线 OK 那怎么加红色呢 其实发现其实好像D行可以不用 有没有 其实Color就可以了 红色 那它的宽度的话 这个方法是用一个叫点什么的 点这个位置 OK 这个位置 位置是不是体重啊 所以意思是 不过它在这个框线指的是什么 它的粗细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后面加什么 一样 按F1 它会跳出来跟你讲说 这边有个连结 就是告诉你说 你如果要哪一种线条粗细的话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连结有没有 点它一下 它会给你一个表格 告诉你说 哪一个是哪一个 有没有 这个是 如果是 这个是最细的啦 那这个应该是最粗的 OK 那我们用这个 Sync OK XL Sync这个 这是最粗的线条 那把它加到哪里了 加到位置后面 OK 至于其他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复制贴过来就换一个样式了 或者你可以参考 那个Excel里面的相关设定 好 设计线 OK 所以是 LIFESTYLE 不过好像LIFESTYLE 这一行其实拿掉 好像应该OK 那最后的话呢 把框线拿掉 记得好像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 LIFESTYLE 等于XLN 或者是 点什么呢 ColorIndex 等于什么呢 XLN 两个都可以 哪一个简单呢 好像感觉用这个比较简单 而且 LIFESTYLE好像不加也没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是又更简单的 之前用LIFESTYLE写 反而好像比较复杂 干脆用这个 所以 总共会有四个效果 一 加框线 清除 二 变成红色的 OK 清除 再来的话呢 是变成这个 粗的线 OK 一样清除 最后呢 一样 你们就是在这边 加四个按钮 大家这样就完成 不过后来做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 平常工作上 会用到 但是这样太单调了 我希望 这边可不可以变成双线 这边可不可以变双线 就两条线 其他不要变 怎么做 那你想说 我们刚刚变好像全部变 那可不可以单单只变某一条线 当然可以啊 怎么做 关键在这里 其实如果说你要变哪一条线 Bolder有没有 请你在点之前加一个刮弧 你会发现有没有 哪一条线 有没有发现 上下左右 有没有 你还可以针对框线的某一条线 去做效果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是 这边的上面这条线 变成双线 双线还记得LIFESTYLE 等于那个X的Double 那个 这一条 这边 变双线 试一下 画面先玩给各位